提起华硕你能想到最具有功能性设计的产品是什么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年测过的一台ProArt创16 当时这款机的C面那颗实体旋钮 确实给我带来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而ProArt创系列在华硕的产品线中也非常特殊 华硕对它的定义为专业创作本 也就是专门面向创业人群 比如说摄影师 设计师 自媒体这一类 前不久2024年的ProArt创16也如期发布了 伴随而来的是新一代的锐龙AI9 HX370处理器 名字里面就在AI 那看来又是一款AIPC了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新优加新模具的ProArt创162024表现到底如何吧 老规矩 我们先过一下机器的配置 本期视频的这台演员ProArt创16是AI9 HX370加RTX4070的顶配版本 这次AMD在命名规则上也是做出了全新的改变 直接是把AI两个字放进了CPU的型号里面 而AI9 HX370也是AMD在移动端发布的最新振舞架构的旗舰级处理器 这颗CPU一共是由4个Z5加8个Z5C组成的12核心24线程 并且搭载的核显也是采用全新的16CURDAAA 3.5架构的Radeon 890M 吐槽过很多次的三级缓存 由于原先的16M一步到位直接升到了现在的24M 对于这颗AI9 HX370的性能表现 以及Radeon 890M核显的性能表现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 跳转到实测性能环节 显卡部分这台ProArt创16和上代一样 分别支持RTX4070和RTX4060两种配置可选 虽然显存都是8个G 但目前4070解锁电压之后 跑分上还是要领先RTX406015-18%左右 并且在有了NPO加入之后 AI算力最高可以达到50Tops 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AI还是能给到不小的帮助的 机器的内存硬盘给的相当充足 直接给到了64GB内存加2TB硬盘的搭配 内存频率直接上到了7500MHz 这样的大容量搭配 也比较符合ProArt这一台专业创作本的定位 毕竟运行像AE这种软件还是挺吃内存容量的 这款ProArt的核心卖点之一 就是这块16英寸3840x2400P 100P3广色域的OLED屏 支持触控操作 这次ProArt的分辨率也直接升级到了4K 像素密度上达到了苹果的Retina屏的标准 不过创16的京东详情页 写的是4K超清分辨率 画面更惊喜 我咋觉得华硕本来想写的是画面更惊细 或者画面更清晰呢 惊喜这么用的话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款机器重量为1818g 适配器重量575g 机身最薄的地方只有14.9mm厚 跟上一代相比 华硕ProArt的创16瘦身算是比较成功的了 看完它的配置介绍 我们再来看一下外观部分 ProArt的创162024也是换上了全新的木具 跟它的上一代相比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机身厚度肉眼可见的变薄了 机器的整体设计语言 依然延续了ProArt系列家族的一贯设计 纯维色的外观搭配CNC工艺机身 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看起来就很低调和商务 A面正中间由原先的ProArt的拼写 换成了现在左下角的ASOS ProArt 整体的设计感是非常简约和素雅的 机器支持单手开盒 开盖时的手感是非常丝滑的 并且也得益于B面屏幕隐藏式转轴的设计 屏幕整体体现出了四面窄边块的观感 原本正下方一指宽的大边块是没有了 所以整个屏幕的屏占比跟值线相比 确实有着不小的提升 屏幕正上方搭载的是4HD加IR红外摄像头 支持Windows Harlow登录 屏幕表面覆盖了一层康宁大猩猩玻璃 能够有效保护屏幕的同时 对使用触控操作时的手感体验 也有了不小的优化 不过也是有缺点的 就是使用下来比较容易沾指纹 影响美观 再说到C面 ProArt创世2024取消了C面数字小键盘的设计 在键盘左右两侧 分别设计了两处扬声器的开孔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是喜欢这种键盘中置 取消小键盘的设计的 因为我平时用的就是75配列的键盘 PiD区我也用不习惯 而且如果有PiD区的话 就意味着使用主键去打字的时候 双手是偏左的 和屏幕不是正对 所以会比较难受 电源键单独放到了右上角 好评 方向键也由原本的全高方向键 砍成了现在的半高方向键 整个C面键盘均采用了静音处理 长时间码字的话 产生的噪音也非常小 不过如果你是ProArt创世2023的老用户 由于键盘布局的改动 使用下来可能也不是很习惯 说到ProArt创世六的核心卖点 那么肯定离不开C面触控板上 这颗华硕的虚拟旋钮 ProArt创世2024不仅由原先的实体旋钮 换成了现在的虚拟旋钮 就连旋钮的功能上也有不小的升级 通过旋钮的转动 你可以实现系统内亮度 音量等大小的调节 也可以支持多个老比音乐软件的参数快捷调节 比如说PS中的图层放大缩小 循环切换 AE中的时间轴拖动 时间放大缩小等功能 它的快捷功能总共超过了70个 这里我就不一一示范了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自行研究一下 同时为了更加满足专业创作者的需求 ProArt创世六2024还和多家AI创作软件 展开了深度合作 并且在华硕这台机器上 内置了一套独有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比如说剪映这一种 可以轻松实现剪辑视频时 视频帧的切换 以及全局数值条件等功能 注册还送6个月的会员 虽然买得起这款机的用户 应该也不差这点钱 但是白送的也不能拒绝吧 对于专业创作者来说 这个虚拟旋钮带来的好处 确实是非常直观的 不仅可以带来更加便捷的操作体验 同时还能提高工作效率 这点确实好评 触控板的面积为7.1英寸 比iPhone14 Pro还要大上一圈 表面覆盖了一层玻璃材质 使用起来手感是非常细腻的 机器的接口部分 左侧分别一个DC-IN电源口 一个HDMI-1 一个USB-4 一个USB-3.2G-2Type-A口 以及一个3.5mm复合音频接口 右侧则是一个USB-3.2G-2Type-C口 一个USB-3.2G-2Type-A口 还有一个SD-Express 7.0 一共RRC的接口数量 接口规格也相当不错 虽然没有RJ45网口 但是华硕在包装盒里送了一个 A口转RJ45网口的拓展物 也算是弥补了这一小遗憾 下面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块屏幕 这块屏幕的面板来自三星 型号为SDC415D 机器内自带了校色文件 在ProArt Creator Hub软件中 可以支持四种色域模式切换 以及色彩校正功能 我们使用科尼卡美能达CS10 分别测试了这块屏幕 在四种色域模式下的表现 在原生色域下 实测这块屏幕的色域覆盖 为100%sRGB 99.98%d3p3 色域容积达到了恐怖的 142.03%sRGB 113.1%d3p3 不得不再次赞上OLED强大的色彩性能 考虑到OLED屏存在ABL机制的问题 我们也是分别测试了 在不同窗口下 这块屏幕的亮度表现 在开启HDR之后 峰值亮度最高为3%窗口 达到了610nit 而3%一直到50%窗口 峰值亮度表现都很不错 一直都能保持在600nit附近 不过随着窗口的增大 峰值亮度也肯定会进一步下降 这也是OLED屏幕的正常现象 不过从实测数据来看 Display HDR TrueBlack 600认证 是实至名归的 而在屏幕均匀性方面 这也是OLED的拿手好戏 这块屏幕的色彩均匀性 最大配合值 达到了DLT 3.05 位于屏幕的右上角 同样位于右上角 这个表现绝对是横散LCD的 色准方面 在SRGB色域模式下 这块屏幕的平均DLT只有0.49 平均伽马值为2.194 跟标准值SRGB伽马曲线 拟厚度比较不错 同时在SRGB色域下 这块屏幕的平均色温为6497K 据SRGB标准的D65色温 非常非常贴近 不愧是竹台角色加攀通认证的产品 OLED屏幕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屏幕的显用速度 我们用荷兰Admis的高速辉度计进行测试 这块屏幕的平均G2G显用速度为0.19毫秒 这方面确实不是LCD屏可以碰瓷的 针对单线OLED屏幕存在的烧屏问题 华硕在这台Pro2创16上 自带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 比如买ASUS 华硕电脑管架中的像素刷新 像素偏移 闲置5分钟之后 屏幕自动变暗 三星OLED老化优化技术等功能 同时华硕承诺在200nit亮度下 这块屏幕也可以坚持7000小时的寿命 并且这台机器上还带有华硕好评 无忧换新的收购政策 购机一个月之内出现亮点可以免费换屏 两年之内正常使用出现残影 也可以免费换屏 华硕对于这块屏幕的质保 还是相当到位的 那既然提到了质保 华硕还额外给到这台机器 三年整机国际联保 如果有出国需求的话 就不用单独购买国际保修服务了 下面我们通过肉眼来看一下 华硕Pro2的创实用 这块顶级的OLED屏幕 与普通IPS屏的视觉差距 接下来我们回过到性能部分 我们先通过按下F1加F 将机器切换到手动模式 并将风扇转速设置成最高 看一下它的性能释放表现 单考FPU20分钟 此时这颗AI9HS370的温度为90.92度 功耗为80W 其中4个振舞架构的核心频率 为4.89G赫兹 8个Z5C架构的核心频率为2.94G赫兹 单考显卡20分钟 此时显卡温度为75.40Hz度 功耗105W 也是达到了RTX4070的性能甜蜜点 在双考20分钟之后 此时CPU温度为78.50Hz度 功耗35W 显卡温度77.30Hz度 显卡功耗为85W 这款机总性能释放 可以做到35加85 一共120W的性能释放 相比于13980HX版本的 ProArt创162023来说 性能释放是降低了40W的 机器双考时 C面的键盘最高温度 达到了49摄氏度 位于键盘的中间区域 而比较常用的WASD区域 以及触摸板区域 都在40摄氏度以下 考机时人位风噪为46分倍上下 风噪表现还算可以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 这台机器的理论性能 首先是Sendipbench R20 这颗80W的AI9-HX370 单核成绩得到了782核 多核成绩得到了9237核 如果跟定位相同的 蓝队Ultra 9185H相比 AI9-HX370 不管是单核成绩 还是多核成绩 领先趋势都很明显 而如果是在离电的情况下 在Sendipbench R20以及R23中 单核成绩的得分 甚至还有反超 插电情况下的分数 多核成绩的分数下降也不算很大 保持在5%到15%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 即使在离电下 这台机器的性能 不会下降很多 我们也顺带跑了一下 最新版本的Sendipbench R24 跟Ultra 9185H对比的话 单核成绩以及多核成绩 也和刚才一样 分数上都有小幅度的领先 下降达到了40%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这颗AI9HX370的性能波动 在连续跑15轮 Sendipbench R23测试中 最大值出现在了第三轮 而最小值出现在了第七轮 二者的分数差距也仅有453分 这个性能可以说是相当稳定了 说明Pro2的创16 长时间高负载下 还是有能力压住这颗CPU的 再来看一下核显部分的表现 我们直接看3DMark的跑分 那也不难看出 Rideon 8900M的性能 还是非常强劲的 Time Spy中得到了34444分的成绩 已经打平笔记本的RTX1650M了 相比于核显性能翻倍 提升的Ultra 9来说 也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 而相比于曾经的核显先人 Rideon 780M来说 890M的Time Spy跑分 提高了24.6% 而代表核显性能 测试的NetRate项目中 则提升了13.6% 我已经能预料到 明年的中端轻薄本上 这可以用极其下位替代品的表现了 只要Ultra 2代不把牙膏踩爆 AMD仍然会在轻薄本上占尽优势 至少就价格方面 我可一直都不怎么相信 Intel会开善堂 那独显方面 这颗105W的RTX070 也基本达到了我们对它的预期 105W很显然 已经达到了RTX070的性能甜蜜点了 相比于常规的RTX060 10500分的基准得分来说 性能上强了12.6%左右 表现还是不错的 不过相比于满学版本的RTX070来说 还是要弱了9% 作为一台专业创作本 那么自然也离不开生产力工作的测试 我们也在这台机上 运行了SpecValper 2020工业软件测试 我们也分别跑了4K窗口 以及1K窗口下的表现 跟另外一台游戏本相比的话 这款RTX060在各个跑分上 都要更加出色一些 不过这和机器自带的64GB超大内存 肯定也有关系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拆机环节 这款机器的拆解非常简单 唯一要注意的是 正上方脚垫处隐藏了两颗螺丝 拧下之后方可完整拆下地壳 RTX0602024三绕方面 采用了华硕冰川Pro的散热架构 内部一共有着3风扇加40管的散热规格 并且也采用了内吹风的散热设计 和上代一样 RTX162024 CPU依然采用了液晶散热 内存位置设立在了主板背面 虽然是板载内存的设计 但是直接给到了64GB的大容量 基本上也不会说不够用了 那7500MHz的内存频率 也为和解性能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机器一共有两个M.2硬盘位 原装2TB硬盘 是来自三星的PM9A1 PCA14.0固态 老朋友了 跑分无途 网卡是联发科的MT7925 支持Wi-Fi7 电池容量直接给到了90Wh的大容量 在PCMark值 现代办公室航测试中 得到了11小时22分钟的成绩 充满电 上一天半还是问题不大的 那最后我们也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看过 Pro2的创162023评测的小伙伴 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华硕是彻底更改了 对创意PC的定义 由原本的160W性能采放 加i9HX旗舰处理器 加傻大黑素重 改为了性能不弱 轻薄便携的路线 7月3号华硕研讨会上 和华硕产品经理聊天的时候 他也明确指出了 强性能释放 加高刷电竞屏 加傻大黑素重 那不就是游戏本吗 那为什么我Pro2的系列 要再做一遍呢 其实想想也确实很有道理 更何况Pro2创162023 160W总性能释放 即使放在游戏本里 也绝对算不上是特别能打的 那还不如好和研究一下 真正的创意人群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再服务好这部分小众 而需求刁钻的用户 说上这条思路走 Pro2的创162024 确实更加适合他们的目标人群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